嗨,大家好,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 我给大家分享几款保持咱们厨房卫生清洁的几个好物吧 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 就是这款油无镜 我们家的这个不锈钢这个小盆烧成这样了 是不是该扔了 我也觉得该扔了 但是我没有扔 我把它刷成这样了 为了给大家做个对比 我之前我给它做出来了 就是这种油无镜 但是单纯的用油无镜 你刷不到这种程度 必须得加第二种 就这个金刚砂海绵擦 只有把油无镜跟这个海绵擦结合起来 才能把它刷成这种程度 单纯的一种都不能 所以我现在一说就连着两种了 一个油无镜一个海绵擦 就能把咱们这个不锈钢的盆刷得这么干净 你看看这个说实在的 你如果离开这两项 你真的下不去这个 你只能就说忍着难看 就接着用或是不要了 再有呢 刚才我说的那个油无镜了嘛 不光是擦这个不锈钢的这个锅啊 它重要的是擦什么呢 厨房里所有的重油污的地方 都可以擦得干干净净 像抽油烟机啊 灶台啊 还有那个瓷砖上面 绷的油油点点呢 包括咱们那个抹布上也有油污啊 一擦呀 一洗就特别的干净 好 我给大家分享第三款 大家看 就咱们平时炒菜用的那个铁锅呀 不锈钢锅呀 你就会发现哈 时间长了以后哈 就有一层像烧焦了 烧炭的那种东西 敷在这个锅的外围了哈 你怎么弄也弄不掉 然后你用刀炸 往下铲都铲不下去 这时候你用油污镜就不起作用了 那用什么呀 就是我刚才说的分享的第三款啊 这个叫 褶立锅底除黑剂 这就是一物降一物是吧 所以大家哈 要看好了你这是哪种情况 如果哈 您不明白啊 哎 我们家这属于哪种情况 您可以私信我 给我拍一张照片 我看一下 我就知道您应该入哪个啊 好了 我把今天分享的这三种 那个厨房用的好物哈 我放在那个 我的橱窗里啊 我也挂在视频的下方 方便大家购买 咱们家庭主妇是最辛苦的了啊 回来厨房一脏啊 或是那个锅呀 什么的刷不出来的 还有人会说了 你看看 那个 这不勤快呀 太懒呢 其实没有用对这个清洁剂 要用对了啊 事半功倍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了啊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